来看一条最新消息 今天傍晚6点13分 我国在西长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3号倚运载火箭 将法国泰莱茨阿莱尼亚宇航公司制造的 中兴12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 并送入预定转移轨道 火箭升空约26分钟后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来的数据表明 星舰分离正常 卫星准确进入近地点207公里 远地点50539公里 轨道倾角26.8度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次发射任务是根据 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亚太通信卫星有限公司 于今年7月签署的发射服务合同实施的 中兴12号卫星 由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管理控制 将为亚洲 非洲和欧洲国家 提供C波段24路和KU波段23路 转发器商业通信服务 这是卫通公司运营管理的 第13颗商业通信卫星 用于此次发射的 长征三号椅运载火箭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制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73次发射